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在日本创业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要来听听就是吴玄哥他在日本 用他最心爱的冲浪跟力奖 还有滑雪创业的故事 那我们就马上来听听吴玄哥的故事吧 吴玄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在什么样子的契机下 想要开始在日本创业的呢 哦 在日本创业这个 讲来也是蛮有趣的啊 其实一开始来日本因为语言的关系 然后我们这边算乡下嘛 所以会说外语的人才几乎是不需要 所以那时候就去工地工作 然后就工地打杂 然后学一些板模啊 音价啊 泥座啊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开卡车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日本职场环境嘛 然后又是我的 然后因为我又是外国人 所以有一年就是被霸凌的特别严重 对啊 然后就那时候我就开始 就开始怀疑人生了 我干嘛在这边受难 对啊 然后那时候心理压力很大 然后我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危机啊 那刚好也是一个很好的转机 所以也因为受到日本人的霸凌之后 我就想说那我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后来我想一想 我就因为我很喜欢海跟山嘛 然后我又很 呃 从事SUP运动十几年有了 然后滑雪的话 也开始慢慢在学习 到后来又考到证兆之类的 对啊 所以 呃 我就想说 那我做SUP跟滑雪的话 那我只做外国人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有办法生存下去 对啊 所以就从这个开始 这个出发点就是想说 诶 那要怎么在日本创业 然后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去经营自己的公司 对啊 就 呃 因为第一次创业啦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晓得 不过也很幸运的 有蛮多好朋友就是 就提供蛮多宝贵的意见跟经验 给我参考 所以说到现在 即使遇到疫情了还没有到 就是还蛮感恩的 那一开始 吴玄哥你说到 有一些朋友的帮助 那是指在台湾的朋友吗 台湾的朋友 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 例如说红烧啊 例如说 对 然后他们也都是很喜欢海 然后也是比较有经验的创业家吗 是这样说吗 所以他们就是在我初期 给了我很多意见 然后该怎么做 然后即使到现在还会一起分享 一起讨论 对啊 然后因为 日本的市场跟台湾的市场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很多 台湾的思考模式跟台湾的文化 有时候没有办法套用 直接套用在日本人身上 对啊 然后比较幸运的是 日本这边也是有蛮 通常认识蛮多前辈 那这些前辈啊 也是都还蛮协助我的 例如说 哎 介绍 介绍一些公司 一些厂商啊 或是介绍客户啊 那这些年下来累积的 不管在日本或台湾累积的人脉啊 就是老实讲 在创业上 帮助相当相当的多 那你提到的那个创业 是什么样子的创业呢 我自己的公司叫做野游 野外的野 然后游戏的游 就是在野外大自然里面 游玩细细游玩的感觉 因为每天都在山面 或者是在海里面 对啊 就是一个像个野小孩一样 然后这个就主要做 SUP的服务跟滑雪的服务 然后另外一个滑雪版跟 冲浪版防海衣 这些代理的品牌 叫做Pioneer Moss 对 然后它Pioneer Moss是一间公司 然后它旗下有 Moss Snowstick 这个就是一般台湾玩家 比较知道的品牌 那它还有Moss Snowboard 还有Hotline Weight or Suit 对啊 所以它还有一些相关的 一些产品 我听说Moss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冲浪滑雪品牌 那我们把它留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 还蛮好奇五旋哥你在规划这些行程的时候 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些景点 第一个就像比较知名 就松岛嘛 一般观光客来松岛就是打游览船 然后船上很舒服 可能坐一坐就睡着了 对啊 然后如果你喜欢外运动 SUP的话 很自然 它就变成你来松岛另外一个体验了 这个松岛这个地方 它本来就是这么好的观光地 然后还有另外一些比较工程线内其他地方的话 它例如说季节性的关系 它可能会有很漂亮 樱花樱花也是 四月是樱花 然后五月跟六月在水库的上游 它刚好那个冬季结束之后会有新绿 就是那个 有点像 像什么 绿色隧道的地方 对 然后因为那个是水库的上游 所以那边都是那个血浓掉的水 对那个水质比较清 比较干净 对 然后是透明的 哦 然后那个 然后那边也不受风的影响 所以那个地方还蛮赞的 然后这些地方 如果去我的野游的IG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绿色的 的那个照片 就是我讲的这个地方 大舱水库 对 然后季节性嘛 然后是 如果以季节性来讲 四月就樱花 五月六月在水库 然后七八九 就在松岛附近 然后大概九月十月 十一月开始之后 水温变 水温开始变低的时候 水质又会变不一样 它会慢慢变透明干净 然后海中的生物也会不一样 对 然后还有区域性的不同地理环境 跟景观就会不一样 嗯 比如说在松岛这边 它的地质是比较软的 所以它岛屿是比较软的 岩子 所以它就比较受到海浪的侵蚀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各种形状的小岛 嗯嗯嗯 那如果在以空城线北边一点的话 它的颜值就是比较硬的 所以 它没有那么多小岛 然后它的海石洞 就是有点像正方形的洞 不是那种圆形的 或者是那种轻时的样子 所以呃 地理位置的改变 天后状况的改变 整个字 整个景色就会完全不一样 像我今天早上去松岛 我今天早上去松岛 前两天都下大雪 所以松岛全部都是白的 哇 然后这时候下下 下去SUP的话 那你看到就是白色的松岛 哇 对 棒哦 然后还有就是红叶季节 红叶季节大概十月左右 十月十一月左右 嗯 那全部都是风口 就蛮 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其实 那这个东西 对 这个东西 这个景色的 我都有贴在那个IG的 脸书上 问你 我都是按时序下去发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季节的变化 颜色的变化 所以现在是白色的雪季 呃 再过来就会有 本红色的樱花 红色樱花之后 就会绿色的 然后就过来 就松岛的景观 然后再过来 就风红的景观 哦 然后我想到 在你的IG上面啊 好像有一个就是海石洞 像是爱新的这个小岛 感觉超级美的 哦 对 海石洞 在我们这边 海石洞的地方也蛮不错的 因为松岛 它大概就两百多个小岛 组成的 所以在两百多个小岛 里面有很多形状 然后也有很 比较外海测 比较外海的地方 就有蛮多海石洞的 对啊 就是 那些小岛是可以上去的吗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因为有些是石人岛 有些是国家的 然后国家的 又有分 那个好像是 保护区吗 那个国家保护区哦 对 它全部都是国家公园 但是有些地方就是 算是国家公园 只是说有些地方 它有特别那个历史文化财 就是保护的地方 嗯嗯嗯 所以基本上在松岛市 我是都跟客户讲说 不要 不要上去 对 因为 比较容易 比较会有状况出来 当然除了说 例如说受伤 或是一些紧急状况 非不得已的话 在上导 在在登登陆的话 也没关系 不然的话 如果是一般观光的行程 的话就不要 去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 呃 日本 玩SUP的 有趣的就是 世纪 的变化 所带来不一样的颜色 这就是台湾可能 比较少 有机会看到的 这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 就很想要四季 都可以去那边玩 然后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因为我自己之前 也有创过夜 所以我相信 就是从零到一 是最难的 吴玄哥 你最一开始 是怎么样去克服 那一些难关 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吗 呃 例如说SUP这一块好了 其实我们 这边功能线 很多很多 可以下水 从事SUP 呃 活动的 联 然后因为 呃 日本SUP发展的时间 比我们还要长 所以在 我开始进入 这个 工作之前 就是我们这边 已经有蛮多的点了 对啊 然后像这些点 然后就自己 事先去 场刊 看一些 环境状况如何 还有周遭的环境啊 还有呃 要去了解一下 这个 地方的历史 跟文化背景 对啊 所以这个呃 原本就有一些前辈留下资讯 所以比较容易去衔接 当然这几年呃 人口一直在成长嘛 所以这些点已经不太能够满足一些比较资深的玩家 那所以也是必须要去一直去开发新的点那开发新的点这一块部分可能就是也是自己去场刊然后自己去拍照 然后再收集 然后再收集周遭的资fend 因为老实 hayat 日本还蛮封闭的 呃你即使这个点不错 很有潜力可以发展 但是如果当地的居民 或者是渔民反对的话 那其实也没有办法 对啊 因为工程线是以农渔业为主 所以渔民的权力相当相当的大 对啊 这一段听起来有点熟悉感 是不是跟台湾的状况 好像又有点像 日本的状况可能比台湾还要不好 是渔民对于新兴水上运动这一块 他可能没有不理解 然后可能有一些发生过一些问题 所以就陷入为主 你们这些都是来制造麻烦 所以他们当地的渔会就有权利说 这个地方不给你们用 那你会妨害我们捕鱼 或者是养殖之类的 那这个问题比较常见的就是 那个夏天的时候 我这边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 就是有SUP的玩家 然后带着一些装备 然后去捕捉那个海胆 或者是那个阿娃比 阿娃比叫鲍鱼吗 对就好像鲍鱼的样子跟海胆 然后就抓一些有经济价值的那个海胆 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违法的 在日本他们有法律禁止 你如果没有渔业权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拿这些东西的 那这些东西每年都会看到 然后我看到也只能讲一下 也没有办法说什么 可是这个东西如果让渔民看到 他会觉得你是小偷 那你今天利用SUP 或者是其他的载具 偷偷的来这边捕损害到他们的利益的话 他们可以请警察来处理 然后也可能就把这个海域封锁起来 对啊 然后这个情况其实每年都在发生 就是例如说今年这个点可能出了很多状况 然后居民就把这个封起来 然后这个点就不能下水了 那每年都在减少 所以遇到的状况 其实还蛮困难的 然后也蛮多东西要去联系 要去跟他们打交道 对 然后因为我是外国人嘛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还蛮吃力的 因为一些渔民就是阿伯 他们口音都很重 等一下你是说听力上面吗 好好笑 听不太懂他们在讲什么 而且他们多数人需要花时间去沟通 对啊 你要花时间跟他们建立关系 然后让他们信任你 然后帮他们维护环境 那这样才有办法在这个海 使用这个海域 对啊 因为像这个状况 因为前两年发生蛮大的问题 所以就是加上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就是我跟另外我们当地的前辈 弄了一个SUP的在地协会 然后就是透过这个有点像是组织的立场 去跟事工所去跟渔会去跟当地居民里长 然后一起开会讨论 然后我们提供我们为地区可以做些什么事 例如说我们就是负责每次业者活动结束之后帮忙捡一下垃圾 然后帮忙介护一下就是在海水浴场游玩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促进当地逛逛之类的 就是彼此有互利就是设了一些门槛 设了一些条件 然后去年开始就照着这个规则去走 去年一整年下来之后收到蛮不错的好评 渔民跟居民他们比较可以理解业者在做些什么事 然后例如说他们在旺季的时候 在渔获在比较忙的时候 他们会给我们通知 那我们业者就不要去那边活动 然后也透过这个协会去发讯息给一般玩家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组织来讲到目前是 它是有发挥作用的 只不过它可以持续多久 也不知道 因为业者之间还是会有一些 很需要在互相磨合的地方 然后每年不断成长的SUP的人口 这个业者跟这个海域有没有办法去消化 也是一个每年都要去不断的不断的沟通 去努力的地方 对啊像我们工程县最有名的就是松岛嘛 松岛是日本山井之一 然后因为它是松岛海湾是内湾 所以它基本上 它也不能说平均水域啦 因为它比较容易受风的影响 所以海况不好的时候也是风险蛮高的 如果因为它是你只要来 应该是说一般外国游客来东北观光的话 99%会到松岛这个地方做观光 那边SUP的话就有日本人也好 或者外国人也好 都是蛮有兴趣来参加这个行程 只不过因为人实在多太多了 所以去年底就是有一些状况出来 那今年开始有没有办法持续在那边活动 可能还需要再跟很多单位开会讨论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累的处理这一块 对因为他们多数人还是比较偏保守啦 然后化地为往的事情也蛮多的 不是只有台湾啦 对啊然后其实是 有些地方政府单位他们想用这个去推观光 那地方你有说我遇到这边 地方单位想要推海外的旅游观光 可是在地的地方组织或者是居民不同意的话 你政府你再怎么推也没有也不会有成效 但丢出去的那些promote的东西看到都好像日本很先进啊很棒啊 因为我之前在台湾的群职我看到就是有人就觉得啊日本都那么重视SUP海外运动观光这件事情 那台湾怎么还这么落后 可是这个只是表面的东西啊 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非常适合给就是台湾的水上玩家他们做参考 因为很多的地方我们可能一开始也想说日本他其实跟我们来说 感觉日本他们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善但没想到还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这一段就是吴玄哥你分享的你是怎么样透过什么样子的角度 是以互相互惠的方式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这一块呢不知道台湾未来是不是也有机会朝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水上就是一起有乐共享的这种概念 对啊因为SUP老实讲因为他进入门的门槛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每年成长的人口一直在增加 然后如果是一般玩家那居民可能就是比较没有一个窗口可以去做联系 那如果有这个协会的话 协会的我个人觉得那时候想想推这个东西是因为居民或是公家机关也好 他需要有一个窗口可以联络 那你一般玩家谁要站出来单这件事情 那一般人都不想理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有协会协会在的话 彼此之间都有一个沟通的管道的话 我觉得会可以比较有理性的方式去推动这个活动 让他可以持续成长 不然的话就可能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其实在我们这边的协会的会员都是业者啦 然后协会对参加的业者们他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规定 例如说每次的人数上限只能几个人啊 什么时段可以用啊之类的 哦所以你是指说就是如果今天他是协会的会员 那他就必须要遵照这个协会的规则才能在那边做营运吗 我们协会会员就是业者 他只能业者要在这边做生意就必须遵照这个协会的规则 那例如说一整天有三个时段嘛 那日出啊然后那个什么上午跟下午 然后例如说上午每个业者最多只能接五个客人 然后每个时段例如说上午总共只能二十个客人 所以最多只能一个上午最多只能有二十个人 可以去参加业者的体验在那个海域 但是呢一般玩家就不受限 对然后有业者在的话 业者就可以就帮忙看一些 比如说刚刚开始玩SUP的 或者说没有穿旧生意的玩家 都可以互相维护这个海域 所以这个有好有不好 因为对啊因为有些业者他们是做团体课 一次都可能二三十个 这些业者那他可能就放弃了 在这边营业的状况 因为之前有太多问题 所以一开始的条件可能会比较严格 随着时间 业者跟在地居民或公家单位有一些比较信赖关心之后 我觉得再慢慢去跟他们谈开放的状况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老实讲啊 你要先有成绩 你才有办法去跟人家谈判 我的想法是海边是大家共有的 可是这比较烂漫 可是对当地居民或渔民来讲 他们从小就在那边讨生活的 他才不管你那些 他要弄你就是弄你 那所以硬干的话 我觉得也是要看状况啦 对啊 有些没有办法硬干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必须透过一些公家单位来处理 利用他们的权力 还有一些人脉去做一些干选的话 可能会比较 比较有机会去慢慢的去把这个结打开 因为SUP是最近这几年 才开始的新奇的水上运动嘛 可是相对于冲浪来讲 冲浪在日本已经五六十年 所以冲浪这件事情在日本的一般人的 的感觉就是 他就变成一个像打篮球跑步一样的运动了 所以渔民对冲浪这一块 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弹啦 除了说 当然在冲事的区 冲事的范围里面 冲浪的人比较不会跟渔民互相重叠到 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原因 然后对啊 所以SUP在 即使在日本啊 才刚开始没多久 然后在像这些问题啊 这些经验在台湾一定也是会遇到的 对啊 如果还有就是国情文化 还有这些这些这些差异上可能处理的方式会有一些 不一样不过如果可以的话 我个人觉得彼此理性沟通 如果按照之前的新闻来讲大部分好像两边都还蛮强硬的 我的想法啦像我也不是直接跟渔民沟通 为什么要他来帮你处理这些事情 那像我那时候我就说 因为我是外国人嘛 所以我就以那个外国观光这个点去跟他们讲 就啊你这个这个有很好的条件啊 如果可以比较开放的话 那外国人来这边玩 我可以带外国游客来这边玩 那就可以促进当地的境界 然后在他们的例如说 年度考核 就是他们确实有外国人到这边观光 对他们来讲是 对他们来讲是好事 所以这个是我提出给他们的用意 他们觉得好像可行 所以应该是说请人家帮忙的话 其实要我就要给佑英啦 因为他本来就很喜欢户外运动 那你要遇到这样的 其实其实就机会不大啦 那有的话那会很顺 那没有的话你就要自己去想办法去 透过这些 例如说政治上的操作 去有沟通的机会 那你直接现场再跟 再跟比如说渔民吵架对干的话 基本上就是硬碰硬啦 对啊 所以那个效果不会不至于说没有 但是可能彼此双方 可能会有人身伤害的疑虑在 对像之前那个开船很冲撞的 在台湾群的那个事件 那如果运气比较不好 如果被撞死了 你说那个谁对谁错 那个已经是另外一回事 人死了就死了 就什么东西 所以对啊 还是透过一些政治管道去操作 例如说透过议员 透过立委 然后你要给他们 给立委优因去 让他们有政绩可以去出来 说嘴 对啊 我觉得自己对于台湾水上运动的产业 应该会有蛮大的启发 跟很多的灵感 台湾的运动文化 没有像日本这么普及啦 所以呃我个人的观察是他还是会有一些他比较困难的支出 像例如说市民哥之前在节目上提到那个要设置练习场的问题 对啊 也不是说每个县市都支持啊 所以就是像我讲的就一样的事情 你要你要请 比如说透过政治操作 你要给人家诱因让人家来帮你 他才有办法继续的 呃才有一个机会 对啊 所以我在我观察到的是这样啊 然后这个这个过程啊 像协会刚我这边协会刚开始的时候去拜访很多余会啊 居民啊 每次去就是被洗脸 啊 明明办错的不是我 可是因为其他业者可能有些问题 搞了一些问题出来 然后因为呃代表协会的立场 所以去就是低头 然后就被在那边被一直被洗脸 我觉得这真的是忍辱负重耶 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日本的话他们其实对于开放水域并没有太多的限制 好像就是大部分日本他们的政府地方自治会比中央还要来的这个色彩更强烈一点的感觉 呃基本上是是开放的情况啊 呃说户外从事户外运动这件事情 风险都是自己管理 冲浪也是一样 台风天没有说台风警报不能下水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 就是自己自己负责 然后这个又又有那个消防系统来搜救 每个县市都不一样 如果我们工程线消防队出动来搜救 目前跟台湾大多数还是一样就是免费的 然后如果是登山山难的状况有限 我记得好像是群马线直升机上去救消防系统上去救你 这个费用就有被救的那个人要自己负责 对啊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采开放 当然有一些例如说像刚刚水库的 因为那个是民生用水的水库 所以他有一些条件 例如说他有动力的船只就不能下去 然后例如说使用的范围 他有一个告示牌在 放在入口处 所以你有跟有告示牌 对一般玩家来讲他就比较明了 知道说啊 这边哪里不要去 然后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 这个部分台湾需要再努力啦 因为像我知道台湾状况去水库都是好像保护什么 就一样民生用水嘛 就是怕污染 可是你动力船可以营业 然后这些被动力的独木桌雅或SUD 居然不可以 这是所谓污染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 所以他们对户外运动 像三月backcountry也是一样 就是开放的态度去 去做应该是说教育啦 从小的时候 哦 这边我突然想到我前几个礼拜 就是因为采访一位大树哥 他也是台湾人 然后住在日本这边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采访 就是关于登山集就有这部分 然后他就有聊到说 好像在某一个群 某一个县 如果你发生了山难 然后因为那个就是要请就 搜救队来救 或是直升机的话 就会收费 但是在另外一个县市反而是免费 所以他们就会说 就是死活也要爬到那个零线上 然后跨到另外一个县市这样子 好像是虚拔跟奇遇的样子 我印象 对啊 地方自治体 呃 强势的人 就是真的蛮强势 就以疫情状况来讲 就是以工程线来讲 目前我们工程线没有发那个什么 对 然后有一整年就是零确诊 然后学厂啊也蛮有趣的 就是你出 你若 你如果不是严守线的车牌的话 就不给你 就不开放给你来 他是检查车牌 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很多状况 我只是外派来这边 可是我实际上住在这边 那我的车牌可能是东京都 那我实际上是住在这边 可是你看我车牌 他们认得还不认人 所以那时候 可是发生蛮多状况 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不过也是因为疫情开始 大家都没有经验嘛 也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 变成一个蛮有趣的意外 他们认车牌 对对对 日本人超爱认车牌 因为他们的车牌上面会写 是从哪一个县市来 就日本的政治生态 他是比较 地方自治体比较强势 就完全看县长的形势作风 他们认车牌 例如说有一些 以冲浪为比较发展的乡镇市来讲 例如说日本的宫崎县 还有千叶 或者是沃沃部分地方 他们因为冲浪的关系 他们县长就有投入比较多资源 在这个上面 然后开发 我也做一些promote 就以这个他们现有当地的环境 去做发展 对啊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 台湾的话就是台东 跟墾丁做的比较明显 比较有成效出来啊 每个乡镇县市的特色不一样之外 还要看地方首长的想法啦 对啊 所以我觉得宜兰也蛮可惜的啦 冲浪也好 或者是一干水域活动 或者是参与活动 它是可以发展的很好 只是说 就是这样 是哪里感觉 宜兰那边其实是有机会 可以把它好好发展起来的 MOS是跟我几个 在台湾的朋友 一起合伙创业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们这些人 都是server嘛 很喜欢冲浪 滑了雪之后 觉得滑雪跟冲浪好像哦 然后又上网看了一下 有MOS这个 品牌 然后他又是以冲浪为主 对啊 所以就是透过 我在日本的冲浪前辈介绍之下 然后就跟MOS原厂有联络之后 就彼此谈一谈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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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naconia应该还夸张 但是责任是 你要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完 就是什么时间都可以 那有浪的话就是冲浪没关系 对啊 然后公司他们去年 今年是创业51周年了 老板是一开始做冲浪板 做冲浪板之后 在当时日本就是完全没有冲浪板 没有进口这件事 是因为很贵嘛 所以他们就也透过一些 海外进口的杂志 然后看杂志去自己去模仿去做 然后开始这样漫画多少钱之后 一直到好像1971年的时候 老板就想说 既然有有雪场 然后是不是可以做一张雪板 然后模拟在冲浪的那种感觉 就从1971年消的第一张 类似冲浪感受的雪板出来之后 老板就花很多时间跟心意在投入这一块 然后就后来创造出Snow surfing这个文化 日本滑雪界这一块 一开始日本国内是由我们MOS的老板开始先做 然后一开始的单板协会是Snow surfing协会 这个Snow surfing协会开始出来 然后这个同期的Burton跟SIMS也开始 日本有代理沙 然后在很早70年代的时候就这三个品牌一起开发 做单板滑雪运动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到了80年代90年代就开始有一些奥运 然后一些正规比赛出来之后 它雪板的发展文化就比较偏向现在看到的文化为主 然后可是早期在日本就是Snow surfing 那Snow surfing就是类似冲浪的玩法在玩的 跟一般的单板差异在哪里啊 看起来很像 可是食物上你在做一些动作的话 单板跟一般滑雪Snowboard跟Surfer在做动作的时候 是不太一样 例如说Surfer他会比较习惯用后脚 重心放在右脚去Turn 可是Border的话他会把重心放在前脚 然后去做一些动作 然后他板子的设计就完全不一样 对啊 然后所以你如果喜欢冲浪的话 你如果有玩有机会玩到MOS的话 你会觉得它是你熟悉的东西 你在做任何的动作 你会很直觉的感受到它跟冲浪很像 所以你如果用一般雪版的话 因为雪版版型设计的关系 所以它会有一些KK的地方 没有比较你就不会知道那个差异在哪里 感觉好好玩哦 超想试试看的 第一次玩MOS就觉得 哇怎么有这种东西这么有趣 那在那之前你有玩单版吗 因为我一开始就玩MOS我第一次 就是可以很快的去熟悉那怎么去操作 因为它就比较类似冲浪版的概念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 不过Snow Surfing这个东西啊如果是以各国的滑雪文化来讲 Snow Surfing会是日本的滑雪文化一个代表的一个代名词哦 所以它就是蛮就是在全球来看Snow Surfing这样的风格这样的玩法 在日本算是很有特色的 对啊然后Snow Surfing它除了就是比较像类似冲浪的感受之外 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冲浪这件事情啊 你不是你去海边就有浪冲了 就是你可能要有经验可以去预测今天浪况如何 那这样那自然条件状况会如何 才有办法去选择今天可能会比较好玩的地方啊 那比较合适的场地啊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通常Surfing来讲对环境保护的议题会比较 意识观念会比较强一点 对啊所以Snow Surfing它生成的意义会在于 人跟自然环境的互动这一块 就像之前有说那个日本那个POW POW的那个机会 比较类似这样的理念哦 嗯嗯嗯嗯 因为Surfing它本来就对这样环境比较有Sense之外 它如果来山上滑雪它自然也会 呃呃对这一块会 本来就会比较有Sense之外 它也比较会去关心这一块 所以如果Snow Surfing我呃呃 公司的公司的品牌比较深层的意义会在于 人跟自然环境的互动 嗯嗯对 呃呃既然有提过的就是 人跟自然环境互动的情况下 你今天去山上、雪旷就是食乐冰 那你要不要玩 1948080你心态调整之后 然后选择合适的 呃装备去玩的话 那个乐趣会提高很多 然后 所以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大自然 那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 然后选择我们自己的装备 然后去跟大自然 做一个互动 这个会是比较更有趣的 一个想法 那我们在聊了这么多之后 我还蛮好奇 就是吴玄哥你觉得 台湾的户外运动产业 跟日本的户外运动产业 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优势 或是哪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呢 如果以在日本来讲 他们一些付费的行程 通常提供的服务 会有一定的水准以上 然后很多事情 因为时代也不太一样了 因为你学习很多运动 或者例如说举例SUP好了 你在从事SUP运动 那因为很简单嘛 那你可能上网找一下资讯 或者看YouTube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怎么玩 滑雪可能也是差不多 然后可是你实物上 你除了知道怎么玩之外 你可能还有很多要注意的 比如说这边的环境如何啊 有没有看不到潜在的风险啊 或者说像刚刚提到渔民居民 厕所问题之类等等的 这些资讯可能YouTube 或一些网路上资讯可能不会讲到 那可是你透过一个参加行程 或者是想导带领的话 他可以support你这些资讯 然后让你可以在一个比较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下 可以比较专心去体验这个活动的话 那个效率 学习效率会比较好之外 然后也比较可以放心的去玩这件事情 对啊 然后你 所以在日本的话 他们一般日本人通常会愿意花钱 请响导去带你做任何事情 登山也好 SUP也好 冲浪也好 对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 对啊 因为像 对啊 SUP就常常被讲 那么简单 为什么还要花钱去学 对 可是你有想过吗 为什么 那个业者要收你这笔 这个费用 然后为什么这个价格 对啊 我觉得是互相啦 你付费当然 业者会尽量提供你比较好的服务体验 这个是互相的 对啊 那你花多少钱 你就会得到多少 一分钱一分货 当然也不是说越贵的就越好 真的 因为想到这件事情 它又会牵涉到 除了专业能力以外 还有想到个人的人格特质 还有他的学术涵养 对 的确 的确 还有一些你说跟在地关系好不好啊 对这个 他你背后看不到的东西其实很多 那这些东西也都是想到要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硬定自己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部分可能日本的状况是这样的 不过我觉得台湾的户外运动的个人玩家团体 比较团结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日本人好太多了 日本人几乎都是小圈圈小圈圈这样 一般玩家来讲啦 比较会有那种就是 旅游团人数比较多 然后一起去挑战什么事情 这样的方式 那可能是跟好朋友自己去滑一滑就结束了 然后台湾玩家 我知道好像每年都有固定的团体会揪团 然后一起去滑 从屏東滑到小琉球之类的 或者是从伊朗之类的 这个都是个人玩家 可以主动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一起互相扶持 一起互相成长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很好的 日本没有的地方 各有各的好啦 这么讲台湾的特色跟他们 台湾就是比较热情 所以大家都会想一起做什么事情 但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像我们会有那种台湾自主队之类的东西 但大家不一定都有一样的水准 一起出去做一件事情 有时候就可能相对的风险就比较高 SUP为主除了你滑行的技术能力提升之外 还有比如说紧急救护啊 或者海上的海洋的知识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很跨跨岛的话 会有例如说船只的移动的问题 就是例如说渔民在这个季节 是不是他们比较繁忙的 如果以龟山岛来讲 是不是游览船的动线是 航线是如何 然后还有时间 对啊 就是他还有蛮多必须要去 技术以外的东西要去学习 不过老实讲 台湾从事的人口比较少 所以资讯本来就相对比较少 所以如果大部分的人 还是都透过网路上去搜寻资讯 可是也不是说网路上 每一个资讯都是正确的 所以就会变成 要自己去搜集资讯 去查证 然后再去思考 不过这个路质都花蛮多时间的 那一般人来讲 那可是像这个部分 如果是你是请业者 帮忙cover这块的话 你可以学到知识之外 你可以分享给你的伙伴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你对你的下一代你的小朋友 你让他接触海域水上运动 你就会可以比较有把握 你就不会那么害怕 然后他也就会比较有机会 就是下一代比较有机会 比较轻易的去接触海洋运动这一块 对啊 登山活动也是一样 对啊 所以业者贩卖的除了技术 你的安全之外 他还有贩卖他的知识跟经验 对 你可能花个一个行程 花个两千块 OK 可是你可以买到他的知识跟经验 那这些经验 当然你可以上网查啦 可是说 只是说你要不要花那个时间 去搜寻跟查证跟思考 对啊 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嗯 那五十元哥 你在目前就是这个创业 带团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经验 去年一整年 在SUP客户里面 我印象最深最深刻的 就是有一个中年妇女 对 然后他就一个人来参加 OK 我就带他就一般像一般的行程 他教啊怎么滑 就带着他滑 那滑到一半他突然就 在休息的时候 他就哭了起来 然后问他怎么了 他就说 他先生就是在之前海啸的时候 死掉的 然后从那之后 他就不敢再靠近海边了 然后那一次的SUP体验 是他怎么讲 鼓起勇气 鼓起勇气要去面对自己 所以比较难接受那个部分 OK 那就鼓励他 我就跟他分享说 海啸是他 就是自然的力量就 就就 既然难过 只是说 海洋 他有很可怕的时候 他有很温柔的时候 他可以给你压力 他也可以抚慰你 像在当下 他就很舒服的躺在海上 然后享受那个很 peace的时刻 我就跟他说 这个就是海的魅力 然后他听了 他没有跟我说什么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他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 然后他从一开始的 紧张的情绪 然后很不安 到后面 他的压力的释放 然后再到 他可以开心享受 这个 跟海洋的互动 这件事情 我觉得 甚至去年印象中 最深刻最深刻的一个客户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不是 怎么讲 我想要做的东西 是这个 我把海的 比较 比较 它的现实面也好 或者是一些美好的东西 传递给客户 像我都会带客户 去留很强的地方 让他们被留 被海流 留看看 海流流走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对 所以就是 好的 一定要跟他们分享 不好的东西 要跟他们分享 让他们自己去感受 我们再去思考 他们才 才有可能 带给他们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而不是 来划划 来划一划 拍个照 就结束了 这样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 我个人是比较想做东西的 不过 对啊 我相信疫情 应该对 吴轩哥你的 创业也有很大的影响吧 因为就是 旅客都不能进来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怎么样去克服 这个难关的呢 我先讲MOS 比较简单一点 MOS的影响就超级大的 因为台湾基本上 就没有办法滑雪嘛 你没有办法滑雪 在雪具装备的 这些业者们 都在商品的销售 本来就很难了 对啊 所以 所以这个也不是 不只是对MOS来讲 对整个滑 台湾的滑雪产业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影响 有些 有些业者也是蛮厉害的 在这个危机中 也是有找到一个 转机出来 这个也是 蛮 蛮佩服的 对啊 那滑雪这个就没办法 然后也有这一块 也有里面 它有分滑雪跟 跟SUP 滑雪也是一样 就没有 台湾人没有办法过来 就没有工作嘛 这个部分就是没有工作 那我能做的就是 自己在继续 技术上的精进 然后除了滑雪技术上之外 还有 还有那个什么 一般其他服务 例如说影像制作 摄影 在滑雪这一块 就是很多东西 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空白的下来 再让自己更好 更强 然后之后可以提供的东西 又会更广 然后深 那个内容的深度 又可以更深一点 然后老实讲 就自己爽滑这样 所以说到处去滑雪 到处去爬山 然后到处就是 去学习新的东西这样 对啊 就是一些心态的转变啦 然后SUP的部分 这两年的夏天 其实偶尔都会有一波一波的 疫情的高峰出来 那当然会有 当然有影响 例如说 紧急事态宣很出来 那可能那一两周的客户 可能就都会取消了 对 然后这个也没办法嘛 然后不然平时的话 就是日本客人 其实还蛮稳定的 在旺季的时候 工作还算正常啦 对啊 只是说疫情 所以就是课程会改变 变成都是local了 这样子 对对对 对啊 所以就是 在SUP的部分 呃 主要是看时机啦 因为 因为旺季就大概就 从五月到九月 这个时间旺季嘛 对啊 那你如果疫情的高峰 刚好卡在中间 那那也就没办法 他如果我记得第一年 他好像是在前面 旺季之前一波 然后之后就平下来了 然后到季末才又一波起来 那去年 去年刚好是在旺季的时候 有拉一波起来 那只有那一波受到影响 对啊 所以 所以就 有有有有工作就做啊 没有的话就自己找事情 去通常也好 或是学新的东西 对啊 最近一直在 在影响的部分 也要一直在努力的学习 然后有跟了一些老司机们 去去做一样的 的学习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棒的 对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会会来参加的人 通常也是比较不在意的那种人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因为老实讲 你人也没有办法一直关在室内 他还是必须做一些 在户外的一些活动去让压力失望 那我觉得SUP还还不错的是 因为他本来就一定会有一定的距离在了 你没有办法 你你不可能就是很近啊 那这个又在户外的情况下 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SUP或独目走也好 就是一个一个就是疫情 一个压力的一个渲泄的渲泄的方式 对啊 每次在创业最困难的时候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你自己一直坚持下去 就是想到就是 要谢谢太太的支持 等一下真的有点像金马奖的得奖感言了 没有啊 这也是讲实在的啊 如果你的另一半 或是家里的人不支持 简单讲一讲 你的收入可能就一点点 没有说那种大富大贵化 那就通常就会讲说 你怎么不去找个正常工作做就好了之类的 这个收入跟价值 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我生活如果过得下去 不要饿死就好了 我觉得我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收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是太太在意的点 但但前提是不要饿死 然后方面比较困难的是就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是外国人这个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最困难的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语言或是人际沟通 人脉的关系上面没有办法像一般日本人那么的简单 尤其是在沟通这个部分 对啊 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嘛 可是相反的来讲 这个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就想过 语言是我最困难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我在怎么努力学日文 我终究还是个外国人 所以我就从那时候我就不学日文的 对有学的话都学一些怪怪的方言 就是放弃的 所以我日本日本没有说很好 但是可以沟通 对啊 但是最难的 可是反过来来讲 他也是我最大的武器哦 对 他是我最大的武器 为什么 因为例如说SUP我带日本人好了 对啊 因为我的日文很奇怪 所以会给来参加的日本客户 他们感觉到 是跟外国人在讲话 然后因为外国人讲的日文 有时候会讲错 或一些很奇怪的发言 他们会觉得有趣 刚好疫情大家都不能出国 我提供的氛围感受就是 可能有点像在国外的感觉 对 也是因为我是外国人 我小时候看到的东西 跟日本人不一样 然后还有台湾跟日本的文化 有一些一样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共同的 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很容易有一个 彼此一个互动的机会 对啊 例如说他们就会 还蛮多人会说 你宫崎君在台湾有名吗 之类的 我说对啊 小时候都看那个长大的 然后就 然后或者说 九份啊 他们都会一定会讲九份 有没有去过九份 所以这个是 虽然我是外国人 可是这变成只有我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 对啊 所以这个会变成一个附加价值 所以让自己坚持下去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转换 你觉得你觉得劣势的地方 可是你有时候换个立场去想的话 他会可能会变成是你唯一的优点 只有你可以做的事情 对啊 所以我觉得一个想法的改变 对啊 那还有一个当然就是 自己创业比较有自己多的时间 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强的诱因 像戴SUP 戴SUP 如果因为天后状况不好 比如说台风季节的时候 就一定取消嘛 OK取消我就可以去冲了 我觉得就是可以互补到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有时候夏天的时候 虽然很忙的都很忙 可是有时候 但进入淡季之后 就比较多自己时间 可以做想做的事情 然后比如说带小朋友去滑雪之类的 或者是跟家人相处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 你去上班的话 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 心态上没有那么的自在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创业的好处 那也是比较要去承担的一个东西 对啊 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 因为过去也有小小的创业过 所以大概是可以理解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有这样子去做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 或者是有一定的自由的背后 其实也会承担着相对责任 那在这过程中就是要自己去拿捏 然后像吴玄哥 你真的非常厉害 因为像是在疫情之下 你还是可以继续坚持做自己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感觉非常的激励人心 对啊 我想分享的就是成功这件事情 不是别人觉得你成功就是成功的 你觉得你可以自在的生活 那就是 我觉得那就是成功 怎么讲 财富自由吗 财富自由不是说我赚很多钱 不愁吃穿那叫财富自由是 你的财富可以让你填饱肚子 然后可以买新的装备 这样就好了 填饱肚子还不够 还要有钱买新装备 所以成功 我会觉得 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有努力去投入的话 那不管结果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那个在某个定义上也是成功 因为你有 你有去真正去挑战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年纪越大 你可以 你愿意去挑战的那个心态 还有外在环境 你会变得 会被限锁住 所以 如果你想做什么 有机会的话 就去做就对了 那从中 边做边学习 一定会失败 那几乎一定会失败 但是那些失败都会变成你下一次在重训开始一个很好的一个养恨 对啊 我现在是还没失败啊 只问我 我在想说 什么时候 哎呦 五十元哥你一定会一直成功下去的啦 天哪 真的超级希望 就是日本的国门可以赶快打开 实在是迫不及待想要去 回去日本玩了 那到时候呢 一定会去工程县找五十元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非常谢谢五十元哥来到我们的节目上 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节目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呢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介绍里面 找到不管是五十元的野游 或者是我们的极限白日梦的IG帐号 大家都可以私讯我们跟我们分享你今天的想法 那下一个礼拜呢 就是Extera的比赛了 就在恒春那边有一场越野铁人山上 相信也蛮多就是Irene的朋友们 接下来就有报名 就在节目上面祝大家下个礼拜 比赛一切顺利 然后平安 那就下周见咯 我是说节目上啦 好拜拜